我们看到Yushin 这边还是要选择 拿一个有位移性的中单 然后另外这里 我们看到是拿到了一个卡萨丁 那后手的话 还会再拿一个瑞文吗 瑞文的话 可能要留到第四 第五手 或者留到最后一手 可能留到最后 肯定留到最后了 这个时候先要拿下路的组合 我觉得卢西安 W这边是拿到了一个蛤蟆 卢西安加布隆 你觉得怎么样 还是可以拿一个布隆 还是可以拿一个布隆 因为其实我们看 他这一场如果是拿锯模的话 效果不好 对 因为W这边的一个ADC 还有中路的AP 都不怕你锯模得住 是的 然后这样的话 W加油 Snake加油 NST加油 就是一个很平和的游戏粉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确定不容了 那这里最后一手 我觉得还是可以拿3N 其实像刚才这种 就不要做太多的一个改变嘛 对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来说 现在小炮也是一个打抽歌 中路的卡萨丁 也是可以配合上单 如果是拿老司机的话 可以突进 是的 这边点了一下伊芙琳 没看到拿出他的招牌英雄了吗 觉得现在这个版本拿寡妇的话 真的好冒险 很冒险 那现在我们看到打野三个被搬 还有一个被抢 你真的说 你真的说其他的打野 像什么九筒啊这些 他又不太想用 而且伊芙琳是真 而且伊芙琳是真的怕盲僧 他是真的怕 初期碰到盲僧就是 只能夹着尾巴跑 只要你被Q到了 我觉得基本上就走远了 基本上黑了 那这样的话最后一手 还拿瑞文吗 中路给U去用一个利桑拙 然后这一手的话 拿一个瑞文来打上路 贾克斯 但这个阵容贾克斯真的好用吗 不太好用 不太好用 还不如瑞文我觉得 那贾克斯真的不好用 对面的位移太多 对 瑞文不错的选择 对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是和之前的 我们所预测的是 差不多的一个走向 现在的话 因为W他们的打野 是一个寡妇这个点 前期如果说寡妇 没有能够主动的 带动起整场的节奏 那么他在后期早前的时候 本身就是一个烈士了 对 好 确定 去比赛的数据 由玩家赛事主家提供 没错 双方的阵容已经确定 真会玩 这不是刚才那个妹子吗 对啊 挺重演员吧 这个是 为什么又是他 导播真的是萌萌的 导播萌萌的 能不能牵一个导播的镜头 看一下导播现在是个心里 乐开乐花 导播里面没机位 我们来分析一下双方的阵容吧 和校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W这边他们前期 伊芙琳这个点的话 他拿出一个这么主动性 强势干客的英雄 但是他的线上 配合能力并不强 对 中单的卡萨迪 在前期的配合能力不强 但你想一下 他其他几号线的配合能力 都相对一般 都属于偏被动的 都一般 所以说W这个阵容 我觉得还是可以什么 刷为主 刷 以刷为主 然后到后期打团 对 中后期打团 这是一个比较偏打团的阵容 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什么 瑞文啊 然后 中单的冰女啊 下路这个组合 都是比较好配合瞎子的 对 我记得在本次NST比赛中 拿到这个蛤蟆的人好像 不是很多是吧 不是是没有赢过 没有赢过 对 挺难赢的 而且之前的话 一般什么蛤蟆加千诀一起拿 刚才我们把千诀给忘了 W这里 我们刚才一个千诀这个点 我觉得Snake好像也是 把千诀这个点给忽视了 我觉得Snake他们是不太喜欢用这个英雄 对吧 可能W也不太喜欢 因为这个英雄真的是 前期 整个前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是的 好的 那这样的话 双方的阵容都已经确认了 那这个阵容确认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W战队和Snake战队 他们的核和上场比赛是没有区别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唯一的区别是中路的维托 换成了一个立仓卓 对 而且我们发现呢 现在这个版本小炮这个ADC 真的是 已经开始被抢了 很抢手 很抢手 现在是一抢 值得一抢了 通过几天的NST的赛事 可以看到小炮在ADC上的位置 现在是 基本上是没人可以替代 No.1 No.1 Snake这边 其实小炮这个体系 之前一直都打得比较好 W可能也是研究过 也是说 W真的是跟昨天比赛一样 做一个研究 而且昨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就看到 W战队 他们是打的VG 对吧 他们在面对VG的时候 首先宣告也是北美炮王 对吧 所以这边的话 也算是一个封锁的选择 对 而且另外一边 它是呀 是这样 是北美炮王 之前是北美炮王 以前他在北美的时候 他的小炮就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而且那个时候的话 也是让那个叫 LMQ 然后大家细称叫老母亲 你一定要把他们 各个的称号都爆出来 对 当时是这样的呀 就是LMQ 老母亲 对是他们的那个领队 跟我说 他们经理 癫狂 那个时候 癫狂跟我说 什么我们就是 老母亲战队 就去玩一下的 然后没想到成绩这么好 对对 他们那个时候 已经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应该不是真实的吧 应该就是装一下 就是玩一下 就开玩笑嘛 这种就是每一个经理 都不会去拜人品的 好 好 我们看到这边的 这个音乐已经响起了 那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看到WE战队 对着Snake的第二场 这场比赛 WE战队只要获得比赛的成绩 将会获得本届NEST 2015年代表现我们的总冠军 这应该是 WE如果是拿到这个关键的话 是他们在2015年拿到的 第一个冠军吗 在这看看电影是有最终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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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